嗯,这个法子行,走,我们去找赵学瑜,一起跟他说说,这些事情只要他收肯了,就没什么问题了。 听得真娘的盘算,韩柏觉得行,于是两人也不多呆,收拾了一下,一起去了应天书院找赵学瑜。 有人捐墨,还有人出资给学子发奖金,这样的事情,赵学瑜字也没有不应的道理。 另外,赵学瑜还写了一份请折子,将李家这事儿报了应天府衙,这也是衙门教化之功。 教化,历来是衙门政绩的一个标准,如此一切办妥,虽说李家又损失了一笔银钱,但回报却是可以预期的,所以这钱花的虽然有些肉疼,但也是开心的。 最后,韩柏被几个铜窗给留下了,真娘便带了小鸭回家。 出了学院不远,便是廊房,廊房是由朝廷出资修建的,供外地商人居住,而一些外地官员出到南京也会在廊房居住。 因此,住在廊房这处的,颇有一些有钱的商人或一些亲近官员。 于是,一些破落户便在这里面找到了商机,他们祖商或是有公之臣,或是有名望的大学士,家里都留下了一些值钱玩意儿,如今破落了,也只好拿出来卖。 就好比后世,京城的八旗子弟破落户一样,靠着卖祖产过火。 而不论是商人或是一些新近的官员,对这些东西多是有些兴趣的。 于是渐渐地,廊房就成了一个廊房集市。 真娘带着小鸭出来,天上的小雨已经停了,阳光也出来了,已是初夏,天气微有些热,但因着之前小雨的原因,空气倒也十分的清新。 明朝的天空又格外的蓝,真娘便有些想逛逛的兴致,便带着小鸭朝廊房集市过去。 没想到一进廊房集市,就看到那曾一品在不远处,摆了一个写字见墨的摊子。 显然,这位在田家的封杀令下,到如今还没有找到东家,这是开始自力更生了。 虽见找曾一品,不过真娘并没有去打招呼。 现在南京末夜都在看好戏,看曾一品花落谁家,但真娘没打算掺和,这不是怕了田家,而是因为一个末房的掌柜和供奉是何其重要,有本事是一方面,更重要的是要信得过。 对于曾一品,真娘不了解,而且这人待过的东家多了,别的不说,总归是复杂了点。 李末出到南京,摊子没那么大,店里有自己和正副理两个掌柜,另外的就是要重点培养接班人,因此再招县城的掌柜供奉的话,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必要。 当然,如果曾一品本事真通了天,那便是自己退位让贤,也是无所谓。 可问题是,上次赌墨,真娘看出来了,曾一品或许有本事,但别说罗文谦,便是自己也不输他。 所以,终归来说,还是没什么必要。 真娘便带着小鸭在廊房里转悠着,大的珍宝玉器,小到针头线脑,琳琅满目地一路转下来,真娘倒是开了一番眼界,跟后世的古玩街有得一比。 请问,这个怎么卖的? 到了一个地摊前,摊主一个三十来岁的瘦小汉子,穿着短打衫,头上戴着瓜皮帽,就蹲在自家的地摊前,这会儿还拢着袖子,慢打着肚儿,颇有些闲散滋味。 听着真娘的问话,这汉子才抬起头来,看真娘指着小坛边角处半块瓦在问,历时的便来了精神, 秦庄汉瓦,这块瓦是汉带的,而且它不是别的地方的瓦,它是卫阳宫顶上的瓦。 那汉子一张嘴就来了一大溜,连卫阳宫都出来了,真娘听她说的没谱,便懒得理她,带着小鸭抬腿就走。 喂喂,姑娘,没你这么做事的啊,哪能一言不合拔腿就走呢? 你要是嫌我唠叨,那咱不说了。 那汉子见真娘转身就走,便急了道,如今生意难做呀,她几天都没开张,今儿个难得碰上一个人来问价的,自不想放过。 更何况,这块瓦还是前段时间去一户破落户家收旧东西时,那破落户丢给她的天头。 估计是那位想丢垃圾烂得出去,便丢给了她,她也就把这块瓦丢在摊子边上,没想,居然还有人问,这岂不是让她有宰羊羔的机会了? 不是嫌你唠叨,是嫌你说的没谱,那威阳宫的瓦能在你这里吗? 真娘转过身翻着白眼道,这也不能这么说,凭啥魏阳宫的瓦就不能在我这里啊,沧海遗珠的,你没听那戏文上说,皇家的公主都能落难成了贫户人家的女儿,说不准。 那汉子这一搏又打开了画匣子,真娘没好气地打断她的话,你甭扯那些,你就说这多少价吧。 那汉子说到一半被真娘打断,颇不痛快,想了想便道,一百两银子。 真娘转身再走,哎,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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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五十,五十。 那汉子在身后叫道,真娘的脚步不停,行了,行了,我这会儿亏到家了,十两,十两银子半卖半送。 那汉子扯着嗓子叫了起来,这时便是小鸭都抿着嘴笑了起来,真娘依然淡定,转过头来竖着一根食指,一两,姑娘,没这么还价的啊,再加点。 就这价,愿卖就卖。 行了,行了,一两就一两。 那汉子终归点头道,虽然一两少了点,但毕竟这块瓦是他一文钱都没花,白赚了一两,也不算少。 再说了,整个瓦上除了鱼迷这一个地名外,没有别的图案,估计是鱼迷这地方生产的瓦。 虽然鱼迷是古名,但金人用古名的多着呢,也看不出什么别的,倒也不怕这姑娘捡了漏了。 真娘见生意谈成,便示意小鸭付钱。 小鸭从口袋里拿出一两银子递给了那汉子,那汉子接过银子,便拿出一张破纸,包了瓦,递给了小鸭。 李姑娘,能把那块瓦给我看看吗? 这时,在一边摆摊的增衣品走了过来。 小鸭看了看真娘,真娘便冲她点了点头,小鸭这才把手上的瓦递给了增衣品。 那增衣品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,又放在鼻尖闻了闻,随后感叹得道, 鱼迷大漠,人称天官第一美呀! 李姑娘好眼力,今儿个可捡了一个大漏了。 那增衣品说着,才一脸不舍地把那瓦瓦递给了小鸭。 不错,这块被称之为瓦的,其实是瓦,瓦瓦。 如果说自唐漠以来,智墨的中心在辉州的话, 那么自秦汉时起,智墨的中心就是在鱼迷。 而鱼迷大漠,也就是汉时的贡墨,通常被称为天官第一美。 而后期的一些墨,更是把天官第一美刻在了墨身上。 曾师傅过奖了,曾师傅的眼力也不差呀。 曾娘回道,确实有些微微的皱眉,便是自己解了漏, 但也没有这般就在摊主面前拆穿的道理。 万一是碰上那心理纠结的,放不开的摊主, 岂不是要平白惹些麻烦? 不过,这些话,曾娘自不会说。 差多了,我这里摆摊也好几天了, 这小摊上的东西也看过,却没有发现这块墨。 曾姑娘今天是第一次过来吧,就能发现。 可见曾姑娘眼力更在曾某之上, 曾某不服老不行啊。 那曾一品感叹得道, 而此时一边的那小贩子毁得肠子都要断了, 懊恼得直跺脚也没奈何, 抱着个脑袋蹲在地上,难过得不行。 这位大哥,跟你说个故事。 曾娘看着她的样子便笑眯眯的道。 随便你。 那摊主这会儿自然没好脸色。 以前呢,我在家乡的时候,有一位大叔, 家里日子虽说过得并不富裕, 但也安安乐乐的, 只是有一天,他突然接到一封信。 原来,他家在外地有一房叔父, 叔叔是一个官夫,也未有子女。 如今,叔父病故了, 便把万贯家财留给了他。 于是一家人欢欢喜喜, 可又过了两天, 他又接到消息, 叔父家宅子所在的地方, 前几日起了大火, 叔父留给他的万贯家财, 全都烧光了。 结果,那位大叔心疼得大病一场, 最后郁郁而终。 这位大哥真是傻瓜, 他日子又不是过不去, 叔父留给他的财, 本就是意外之财, 得知是幸, 最后烧光了, 说明那本就不该是他的, 不得是命, 他却想不开, 硬生生反倒是赔上了自己一条小命, 真是划不来。 那摆摊的汉子摇头叹息道, 随后抬眼, 却看到真娘朝他笑, 便明白了, 你这姑娘, 是得了便宜还卖乖, 不过,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通了, 终归我还是赚了一两银子道。 真娘笑眯眯的没再说话, 她说这些虽是有些得了便宜还卖乖, 但其实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 狼房急事, 说到底就是一个旧货市场, 在这里面淘东西就像是淘古董, 全凭眼力, 赔了赚了都只得认, 说到底谁让你眼光不行, 所以终归还是要自己拿得起放得下。 随后真娘带着小鸭, 冲着一边的增衣品点了点头准备离开, 就在这时, 冷不防的边上又窜出两个人, 其中一个正正好撞在小鸭身上, 小鸭只记得自己怀里的那块瓦是顶值钱的磨, 便精巧地转过身, 紧紧地抱着怀里的磨, 便是那被撞得生疼也咬着牙。 只是另一个汉子却又转过身朝着小鸭扑去, 显然是想去抢小鸭怀里的那块瓦末。 之前,这两位贤汉就站在边上, 听到真娘同增衣品的一答一贺, 自对那块瓦末起了贪心, 这会儿便趁着真娘和小鸭要离开之际, 发难了。 贼人而敢! 一边, 增衣品厉声地叫了起来, 冲上前拦住了那两个汉子, 又大叫着, 贼人抢东西了! 贼人抢东西了! 历时的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, 多管闲事的东西, 给我记下, 以后别让爷见到, 否则见一次打一次! 两人见众人都围过来的情形, 知道不赶紧逃步行了, 于是其中一个人恨恨地推了增衣品一把, 又踹了他一脚, 两人才灰溜溜地逃窜而去。 增师傅, 你没事吧? 真娘和小鸭一起上前, 扶起了增衣品, 增衣品先前被两人一推就倒在了地上, 额头正撞上了一边店铺门口的石阶, 这会儿鼓鼓地流出鲜血, 哪位有车子, 帮个忙借一下, 将人送到医馆去? 真娘冲着围观的人拱了拱手道, 立刻的便有人赶了车过来, 这边都是来卖货的, 因此装货的车倒是有不少, 热心的人也多, 真娘和小鸭一起将人扶上了板车, 然后直奔自家磨坊的关接, 自家隔壁就是药堂, 工廊中的医术也是不错的, 增衣品最重要的还是额上的伤, 最后那一脚, 那人因着药桃倒是没使上劲, 反而无碍。 增师傅家里可是有什么困难? 马车上, 真娘跟增衣品闲聊着, 增衣品一手扶着伤口, 却是有些疑惑。 李姑娘何出此言? 既是没有什么困难, 那以增师傅的身家, 为何要去廊坊那边摆摊呢? 真娘好奇地问。 我一生都在研究莫道, 除了这个, 也不知道干点别的啥, 如今天家发出封杀令, 我也不能去害了别人, 所以干脆地就在廊坊摆个摊子, 自娱自乐呗。 增衣品道, 真娘点点头, 那不知, 曾师傅可愿来我李莫做个供奉? 不管别的, 今天增衣品因着她和小鸭而受伤, 凭着这一点, 她就必须收留增衣品。 多谢李姑娘美意, 还是不了, 省得田家找麻烦。 我李家跟田家恩怨由来已久, 倒也不在乎这么一桩的。 曾师傅也别着急, 反正你如今有伤, 先养好伤, 再想想。 如此, 荣曾某想想。 马车一路驶进了关街, 真娘一早就出来, 如今已是午后了, 天气着实有些热了, 路边的黄狗趴在树荫下伸着舌头, 树上的枝料虽不似盛夏那样长明, 但偶尔短促的几声也让人感到天气的燥热。 秦淮河的河风吹了过来, 也带着闷热的诗意, 在家砸着秦淮这家甜腻腻的香风, 颇让人昏昏欲睡。 只不过刚刚从廊房那边传过来的一些消息, 倒也让几家店里碎嘴的婆娘看得正起劲。 再等着真娘这马车停在了药堂门口, 便有好几双眼睛盯着了。 等小鸭扶着曾一品送进了药堂后, 那原来有些嫌疑, 有些懒散的关接, 就似乎一下子沸腾了起来。 这段时间, 曾一品跟田家的恩怨, 那是关接这一块的第一八卦。 所以真娘一代曾一品出现, 那整条关接几家磨坊的人都盯着呢。 原来在树荫下打盹的贤汉, 那精神头也起来了, 八卦人人爱看哪。 真娘啊, 听说你得了一块了不得的磨, 叫什么天官第一枚的, 发大财了呀, 这回要不是曾师傅帮忙, 说不得就让贼人抢去了。 怎么样, 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。 真娘路过隔壁布庄时, 被姚娘子拉住问。 真娘不由地停住了脚步, 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姚娘子, 把姚娘子看得一脸的迷糊和莫名其妙。 怎么了? 我有什么不对? 姚娘子反问。 我就是想看看, 姚婶是长着千里眼呢, 还是顺风耳啊? 这才在廊坊那边发生的事情, 我这一路也没耽搁就过来了, 怎么这事, 倒是早早传到了姚婶儿边了? 真娘一脸打趣地问。 我说李大掌柜的, 你这是寒碜人呢, 嫌我多管闲事儿是不是? 郎坊离这儿才多点路啊, 那曾一品跟田家的恩怨, 那是官阶的第一八卦呀。 有关曾一品的事情, 能传得不快吗? 姚娘子没好气儿地道。 真没嫌, 就是觉得这消息传得太快了点儿。 真娘笑着, 再也不跟姚娘子打趣, 便从怀里拿出那方瓦末, 递给姚娘子看看。 姚娘子又不懂磨, 只是先前听的人传得神乎其神, 这才好奇想看看。 如今一看之下, 就一块灰呼呼带着裂纹的破瓦, 不游得有些不可思议。 就这东西是宝贝?